第九百五十五集 梦已岁 拼死一身 未已军战 初晨 我今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与你一起看一场雪 这是今年春天的时候 林寒武几乎是一种 祈求的口气说的 当时叶初晨回答 好啊 等下雪的那天 我为你完成这个心愿 当时叶初晨的神色很宁静 隐隐有些歉意 一起看雪景 除了儿时在一起风雪中奔跑之外 长大后居然从来没有一次 长期生长在冰雪之巅 几乎四季冰雪覆盖的林寒武 成人之后 今生最大的愿望 居然只是与心爱的人 一起看一场雪 从满怀希望 到慢慢的失望 再到隐隐的希望 再到隐隐的 几乎不敢出口的试探 再到最后 谢斯底里的当面提出一个绝望的要求 叶初晨终于答应 那时候 叶初晨只是单纯的想为一直照顾自己的寒武 完成这个心愿 别无他意 林寒武知道 但林寒武不在乎 所以这次万药大典 家族药师本来不是他 但他坚持前来 一定要来 曾经想 一起看雪的时候 我会跟你说 这雪花中蕴含着多少传奇 这冰天雪地里 有着多少梦想 我是如何在雪中练习 我是如何在雪中参悟 曾经想 一起看雪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我有多喜欢你 我对你的心就像这雪 洁白无瑕 一尘不染 却连接了天和地 充斥了天与地 曾经想 一起看雪的时候 我会跪倒在这天地的精灵里 用苍天富裕的 我最喜欢的 阴庄素果的天气 用最诚挚的心 向你求婚 但最后 我只想 与你一起看一场雪 哪怕一句话都不说 但是 彼此听得彼此 细细呼吸的声音 在雪中 静静地走一段路 于远走矣 哪怕明知道 你在陪我看雪的时候 心中在想着别人 我也希望 能拥有雪中漫步的这一程 这是我毕生的梦 但是 这个梦 今天终于破碎 叶初晨 终于在今日 在家族的逼迫下 在生死一线的时候 选择了 蒙世了 与孟超然 结为夫妇 他退一步 就能拥有无限的生命 可是 他却进了一步 进了这一步 就是死亡 但他又无怨无悔 他是无怨无悔了 但是 灵寒武 却在这一刻 彻底地进入了 深不见底的深渊 至爱之人 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 好友的妻子 之前 虽然知道 他迟早会成为别人的妻子 但毕竟还不是 但是现在 身份变了 虽然只是一个名分 但妻子 与一个自由的女人 是不同的 灵寒武 若是邀请一个别人的妻子 在雪中漫步 连他自己 都会觉得不对劲 现在 满天飞舞的洁白雪花 每一片 都像是对灵寒武 这十多年心愿的讽刺 每一片 都击碎了他的心 我期盼已久的事情 终于到来的时候 给我带来的 却是绝望 这种感觉 让灵寒武的心中 大起大落 前一刻 整个人如同站在火山口 被烧烤 下一刻 浑身 便如处万年玄兵之中 一样冰凉 灵寒武感觉到 自己的思维 瞬间就爆炸了 心情 一瞬间就飞上了夜空 猛的爆炸成了 漫天星辰一般 叶家宣布动手 但叶家还没动手 灵寒武 却在这一刻 率先动手 出臣 虽然你不爱我 虽然你成不了我的妻子 但是 且看我用我的生命 为你博一个你希望能有的 幸福的未来 要杀他们 先杀了我 灵寒武歇斯底里的大吼一声 默然爆气 孟哥尹 我对得住你 希望你莫要辜负了初臣 你莫要负了他 灵寒武白衣如雪 常见如银 他神情迷乱而又疯狂 在风雪中爆起 在迷蒙之中 舞动 在天地苍茫中 杀人 这一刻 灵寒武壮入癫筐 这个变故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谁又没有想到 灵寒武会突然疯狂的杀出来 包括早已察觉 灵寒武到来的叶家的几个子孙 灵家与叶家同为九大家族 一向交情不错 这次又是同一个目的 谁会想得到 灵寒武会突然出来杀人呢 灵寒武视如风虎一般 冲进黑衣人群 手臂猛的一震 这一阵 用力之强 竟然将他身上所穿的白衣 猛然炸裂 长剑砰的一声 展开了千万朵雪花 带着屋边的狂热杀机 猛的刺出 三个黑衣人 几乎在错愕之中 就已经中剑 身子打着旋转 喷着鲜红的雪花 跌摔出去 灵寒武的剑 已经又刺入另外两个人的心口 抹上了另一人的咽喉 猛瘾 再出尘走 灵寒武疯狂的叫喊 长剑在他身周 直接就化成一团带着血色的光圈 事不可挡的冲进了包围圈里 然后一个转身又冲了回去 跟上我 得出尘走 深沉的绝望 一下子冲击了他 心爱的人 与他心爱的人 缔定终生的刺激 让他的心彻底粉碎 心爱的人 遭遇的重大危机 却在这一刻 将他的血液完全燃烧 这一刻 灵寒武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喊什么 在这样的狂乱中 他的一颗心 却诡异的 自觉如同冰雪一般 竟然觉得无比冷静 往昔的记忆 就这么如此清晰的涌上心头 出尘 八岁时 我说过要保护你 不让你被人欺负 十五岁时 我说过 要照顾你一生一世 十九岁时 我说过我要成全你 出尘 一直到现在 我说 我要将你想要的幸福 带给你 我给你你的幸福 哪怕付出我的命 你一定要幸福 你一定要幸福啊 他的心中 在追风撤电一般的速度 播放着往昔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但他的口中 这一切 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只是疯狂的武剑 疯狂的杀人 疯狂的往外冲 灵寒武仰天咆哮 长空密密麻麻的风雪中 他似乎化身为雪 随着凄厉的北风 一起偏仙 疯狂起舞 叶家的人慌乱的抵挡 手忙脚乱的躲避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这位已经明显疯狂的灵家大少 杀吗 不杀吗 迟疑之间 灵寒武竟然已经冲出一条路来 一个阴沉沉的声音 如同金铁交鸣 杀了他 灵家那边 我会交代 一声令下 叶家的高手便如同有了主心骨 蜂拥而上 堵住了去路 灵寒武疯狂进攻 全部防守 疯狂的大叫 咆哮 焦急的催促 每个字都似乎是吐血一般的爆吼 在灵寒武刚刚冲出来的时候 孟超然与叶出尘就愣住 两个人都没想到 灵寒武竟然在这个时候冲了出来 而且一冲出来就是疯狂 寒武 孟超然大叫 一向淡然生死的他 突然间激动起来 眼圈一红 牙子欲裂 多少年的恩怨纠缠 多少年的情缘纷扰 成就了一对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虽然灵寒武从不承认跟自己是兄弟 但是今日在如此危急时刻 他毅然前来复死 寒武 没你的视角 孟超然奋力大吼 疯狂潜迫 他不是去杀人 他是去阻止灵寒武杀人 灵寒武杀了人 恐怕今天他就再也走不了 自己已经死定了 何必连累好兄弟呢 但是他的修为比灵寒武要差得多 他追不上 灵寒武已经疯狂大呼着又杀进来 又是咆哮如雷的冲出去 要杀他们先杀了我 孟超然热泪盈眶 突然大吼一声 叶家大人 你们想要的是我 穿过寒武 不关他的事 但这个时候 那个淡漠的声音已经响起 杀了他 灵家那边 我会交代 随即一道威猛的掌影 便如九天惊雷 猛然泄露 目标 灵寒武 至尊出手了 灵寒武疯狂大笑 常见一往无前 幻化作一道白宫闪电一般刺入面前人的胸膛 可就在这时 那道至尊掌力便如神雷开天 猛地击中他的后背 灵寒武浑身一颤 随即他身形定住 想要回头看看 但是一扭头 身子就瘫软了下去 三品至尊的一掌 让他的脊椎完全碎裂 五脏完全粉碎 这一掌粉碎了灵寒武所有的生计 哈 寒武 孟超然拼命地冲上来 叶出尘与他并肩闯来 面纱在风雪中飞扬而起 露出一张绝色敲言 此刻 却充满了悲伤哀痛 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两人 两人居然闯到了灵寒武身边 面对刀剑如临 叶出尘挺身而出 迎上了刀剑 莫要打搅我们 让我们跟他说说话 叶出尘的声音哽咽着 身子颤抖着 他的眼中似乎有一股疯狂的火焰 在熊熊燃烧 他余生坚决 不容置疑 却透露出一种出奇的淡然 一种心如死灰的淡然 叶地阴沉的声音淡淡说道 让他们过去 看在凌风云的面子上 让你们最后说说话 但是在他这句话之前 孟超然已经不关不顾的冲过去 一把抱住了灵寒武 灵寒武的神志已经开始散乱 他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 三品至尊的一击 远远不是他这类七品圣级 所能承受的 但是他的眼睛 在看到孟超然的这一刻 突然又奇迹一般的凝聚 眼神中露出了焦急 快给我做什么 我不走 他在咆哮 但是声音却小得可怜 我先送你 孟超然深深的吸气 轻轻的吐气 唯恐惊扰了自己的兄弟 唯恐用力大了 震走了自己兄弟最后的升级 我送你 喊我 今天我们一起走 第95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